各位同修大家好 我们今天来谈百孝篇第十七章 孝道贵胜无他妙 人硕生于亲 亲因于疾 这个意思就是说 一个人不管你现在的环境 财富 你都有成就 你的身份地位有多高 你一定要记住一件事情 你的一切的一切 都来自于你的父母亲的生意 养育 责恩 你今天的成长 是父母亲辛辛苦苦 无怨无悔守护出 守栽培的 但是反而有一些人 受到父母亲的栽培之后 读了很多的书 因为工作的关系 或是受到欧风民雨的影响 对于孝顺父母亲这件事情 好像是很烦的一件事 所以不管你今天的地位多高 你一定要记住 你的一切都是来自于父母给你的 因为父母亲对主你 不管父母亲的程度有多低 不管他的住商也好 他的环境也好 他的生润也好 他的财务也好 有多低 他对主你的照顾爱心 绝对和有钱人都是一样的 这个心是没有改变的 父母亲疼主你 照顾主你 养一主你 生一主你的心 和财务和孙女和地位是没有关系的 我来记一个 弱助母亲对主你的爱 有一个贫穷家庭 因为他的儿子起不到媳妇 后来他的妈妈就动了一个脑筋 为了要传宗接代 所以就起了一个住障的媳妇 但这个住障的媳妇 生了小孩之后 他这个婆婆就不让他抱小孩 甚至说家里很穷 没办法养活他 就让他一餐吃一碗饭 然后就赶他离家出走 当下这个住障的媳妇 虽然说他的住障不是很高 但是他还是祈求他的婆婆说 不要赶他走 他吃半碗就好了 每天吃半碗饭就好了 说实在的 这样做是不对的 但是当下的环境 说不要本来怎么去形容 这个婆婆也是好像 人利用之后 好像就没有利用家族了 但是这个住障的媳妇 我重点 我这个故事的重点就要讲说 父母亲不管他的住障 生活水平 教育水平再多低 他对于主你的照顾 绝对和有钱人知识分子 是没有差别的 没有差别的 所以这个住障的媳妇 就捆求了他的婆婆说 给他机会 给他机会 我吃半碗饭就好 不用吃饱这样 后来这个婆婆也是很恒心的 就把这个媳妇赶走了 媳妇多年后 就一直期待要看到他的儿子 后来就回来 后来儿子也长得比较大了 就不论这个亲娘 她是婆婆有种感觉 心里感觉有种愧疚 就将他留下来 就叫他工作 但是他工作呢 因为他住障 他常常会出错 有时候会受到邻居的责备 常常又被邻居欺负这样 但是有一次下雨天 这个住障的妈妈 晓得她的儿子 没有拿遗伞 没有拿雨 所以她亲生 送了遗伞到学校去 就当她送遗伞到学校的时候 看到她的儿子 被同学欺负 那个学校同学都比她大 结果当下妈妈看到这个情境 就双手抓起来 将这个欺负她儿子的小儿子 就抓了把她丢到水过去 因为妈妈是智障 她这个动作 就可以看出她对她主女的照顾 当下她的儿子非常感动 妈妈为了要救她 为了要保护她 那种英勇的那种气度 所以第一次她生平第一次 叫她俩 叫她妈妈 虽然她妈妈是智障 但是也是很高兴 但是回来之后 这个鳖丢住水锅里面这个小孩子的父亲 就来找她 找这个智障的妈妈算账 到她教理一定要她爸爸赔一千块 但是当初她爸爸一个月才赚五十块的收入 后来她爸爸就拿着皮带打了她的妈妈 当警察局的警察来自主调解之后 才平息这段风波 人都走了之后 她的爸爸父亲就抱了这个住上的太太 这就是我们家穷所惹的货 因为我们家穷 所以要受到这个欺负 我当初打你的用意 是要给对方看而已 我们有认错 其实住当的母亲 她也不知道这是对还是错 但是出著于她疼爱竹女的那种心 是和一般的人是没有两样的 她的竹女是不能受到欺负的 所以当下 这个孩子的爸爸就告诉她 孩子 你往后一定要好好用功读书 才能改善我们的家境 今天的环境我们没办法去改变它 妈妈就是这种住伤 爸爸就是这样的贫穷 我为这个钱要说靠你 刚好在这一次的情境之下 父亲的这种眼里的激励 还有母亲对她照顾的这种举动 还有当下立下了一个很大的红颜 她以后一定要好好读书 后来就考上高中到现成读书 奶奶死了之后 这住当的母亲要走20公里的路 送咸菜到学校给儿子 她从来未曾迷路或是远路迟到都没有 给这种感觉好像这个住当的母亲 如果是为儿女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 这个母亲一点都没有住障 在她送菜的过程中 在半路上就摘了一些野生的桃 到了学校提供给她儿子吃 儿子吃的时候就称赞 妈妈说很甜很好吃 当下这个智障的母亲 听到儿子这样赞赏 也非常高兴 也非常喜悦 所以在回程的路上 也是在到闲来上去摘 儿子喜欢吃的这种田桃 结果第二天家里的人 父亲找不到人 跑到学校去问她儿子 妈妈有没有在学校这边 她儿子跟她回程 她说没有 昨天妈妈提供提的菜 还有栽了一些田桃给我吃 我跟她说很好吃 当下妈妈爸爸就吓了一跳 赶快到那个山谷去找找看 才发现她妈妈已经掉到 掉到那个仙来峭壁下面去了 后来安葬了她的小孩子的妈妈之后 的第一百天 这个小孩子收到湖北大学 入籍的通知书 办法 没有 到 感谢观看